笔直的道路将一大片森林一分为二 挖土机加紧赶公开挖 当前正在进行的工程 就是玛雅列车的铁路计划 玛雅文明是中美洲地区三大古文明之一 影响墨西哥深远 当局取名为玛雅列车 是希望透过这项大型铁路建设 把尤加顿半岛上多个玛雅文明的遗址串联起来 2018年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上任之后 完成竞选承诺 宣布展开玛雅列车计划 斥资一千五百亿批索 相当于74亿美元 打造一条连接东南部 全长达一千五百二十五公里的铁路 横跨五个州 预计会设有十五个车站 政府期盼铁路建设 可以带动尤加顿半岛的经济 但当地的居民却不这么认为 玛雅团团体认为 尤加顿半岛的生态已经备受威胁 为了兴建铁路砍掉无数棵树木 恐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不仅如此 铁路建设还会穿过坎佩切州的古马亚城市 卡拉克木尔 以及仅次于亚马逊 美洲第二大的热带森林保护区 同时也是濒临灭绝的美洲虎七地 沿线经过的一处村庄 约五百位住民住宅被迫拆迁 因此群起反抗铁路新建 他们扣留施工用的大型机具 扬言直到政府给予应有的赔偿 才会让工程继续 由于马亚列车引发许多争议 目前这项大型建设面临二十五项诉讼 其中多半是破坏环境 还有侵害人民的居住权 另外在开挖的过程中 也意外挖出大量马亚文明古物 其中包括陶瓷器皿和墓地等 为了避免进一步造成生态和古文明遗迹破坏 铁轨的路线已经多次更改 甚至还得追加预算 种种的因素恐怕让马亚列车 难以在二零二三年底如期完工 公事新闻本编译